大半夜超商门口大伙儿围在一辆小轿车前 妈妈快疾疯了 妈妈在这边 妈妈在这边 妈妈 你那个锁打开 打开 一名员警动作俐落 手里拿着一纸一架徒手就将反锁的车门打开 里头是个才三岁的小弟弟 好了 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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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 开了 终于打开门锁 妈妈松了一口气 紧紧抱住儿子 离开 原来当时这位妈妈带着儿子来到超商 妈妈先是熄火下车 准备到副驾驶座抱起儿子 没想到儿子小手挥啊挥按下中控锁 但车钥匙还在车里面 大半夜的也找不到锁架 只好求助园警 直接打破车窗 玻璃碎屑可能会伤到这个小孩 那就集中生智 使用那个衣架将这个车门开启 顺利救出小孩 大厂处理的园警 临机一动跑进超商借来一纸衣架 轻轻松松将衣架搬成钩子形状 升进车窗旁缝隙 车门打开了 小朋友还没出现脱水状况 但是有不断胡闹 三岁男童反锁车内 当时车窗紧闭 小孩哭个不停 幸好遇到聪明的远警 总算帮就对母子解围 这里连夹新王山SNG小组台中报道 中天电视全身制作强党大戏 美好年代